尤其市政府呢 一直在谈说是我们希望台北市能够成为一个 永居性的绿色的城市 实际上这个户树呢 是一个老树 是一个非常对所有的这个城市来讲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纪念物 所以第一个就是说是我们能够 如果说能够把这些这个原来的一些这个老树呢 能够留得下来 可以代表就说是我们这个市民的 或者全体国民的一种心意 而且就是说已经达到一个水平了 我记得我们到国外去 尤其新建国家去看 很多的这个国家呢 他们对这个树 不只是在公共的这个空间里 而且对私有空间的树呢 他们都是非常的珍惜 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在台湾呢 这样的一个空气呢 就是说还是没有 就是说是养成 就是说对于我们那个树的爱物 尤其一个城市要成长要轴转 然后呢要进入现代永续性的城市呢 不是只有节能减碳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而且它是有多种功能 包括就是说是我们这个疫情的多元性的功能 然后呢就是也包括就是我们在文化的情观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所以我们那个台湾所到目前呢就是实际上是一个转类 我们呢应该提升我们国民的原来应有的一些素养 就是说能够能够继续往前走 你要这个赶上国际 然后能够使得这个这个我们台湾能够进入这个已开发的国家呢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的 要维护老树 维护这个我们就说是这个 对于这个原来呢就是生长在都市里面的这些老树呢更新重要 不只是要维护老子其实要种很多的树 尤其在在都市里头 这个树呢其实就是都市的一个废 所以不应该其实这个老树在那里长的 如果说四五十年以上呢 它就有它的地位跟人一样 应该呢是我们应该是尽心尽力来维护它 所以我觉得我们政府的 不管是中央或地方这个市政府的这个 所有的这些我们的这个服务我们市民的这些官员呢 实际上要深深的思考一下 比如说我们呢台湾走到这个走到这样的一个阶段呢 是应该是要考虑 就是说多考虑呢就是说是我们前当性的这些议题 那这个我是非常感佩哦 所有这些志工啊 这个能够这个出来呢 来为所有的市民来发生 就是说其实为全体的国民来发生 就是要这个维护 然后呢要希望呢老树呢是原地不要移动 就是说让他们能够能够在那边呢 就是说继续的这个成长 所以我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 而且非常高贵的一个情操 那我今天真的是说我昨天才接到这个电话 跟我接到这个这个讯息呢 跟我讲说要我出席这场记者会 我是义不容辞 我一定要来讲几句话 就是实际上也是为了我们全体的市民 跟全体的国民来发生 就是说实际上真的是这个颁奖是对的 这一护士护士护士的这个志工呢 这个我是非常的赶佩 我这个听到他们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群动 其实就是我是觉得是一个非常这个高赏的一个行为 所以我在这里就是这个非常的谢谢他们 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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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